這個也是個斷筆 這個翠字呢 原來有一個斷筆在上面 取捨萬樹 竹字呢 這一種呢 我叫它做碎點 在很多無本的字裏面 都突然間有些是彈多了一點出來 這個筆字呢 我們就叫它做過風 這個系字的筆呢 你可以想像到跟那個靈字一樣 都是那樣的 靜躁不同 我們見到舊的印本 中間這個折迫還是破風 但到新的印本呢 就是填文 為什麼填文了呢 就是在63年到90年之間 中間這個 這個鳳豪本籃形呢 是經過裝表 可能是裝表的時候呢 被一些不小心的地方填留 那個樣子也是 本來是斷筆的 現在變成了呢 是填了去 我以為補三件 原來呢 在了 那個可字沒問題 但是那個樂字呢 它就填了 這個翠字本來是拳筆來的 現在變成一個這樣的起筆 竹字沒問題 但筆字的破風原本很多 但在新的日本已經破風閃了 我們前年看過藝術館展出的 我們就見到這個情況了 很可惜的 我們說應該是被一些從料的時候 不小心,恐慌失真 所以前人說不如良功,寧存救濟 如果遇不到好的表功 寧願不要表,由得它 留到真的遇到最好的表功的時候 才會再去表 因為表很可能以為可以 也可能是失了 有人認為 馮毛本每一個筆畫都鮮活 但卻動自整體這樣的零鎖 零碎和橫鎖 這個我們就說 馮毛本如果你這樣看它 你也可以這樣看眼頭性這樣做 每一筆每一畫都是活的 都看太慢端的 但如果你單純集中去看碎點 看斷筆 你可能覺得它很繁瑣 原來這個是柱家的本色 即是等於那些人做村菜畫 我們是辣的了 這個是我們的本色 不辣就不是村菜 所以你喜不喜歡馮毛本 即是你喜不喜歡柱的風味 第二點有人認為 寧代風荒黑本才是難形的真面目 馮毛本是由風荒做出來的 我對過風荒本我覺得沒有理由 不應該是這樣 這個是風荒黑本 一個朋友好好傳給我們 這個講法講了幾十年 是由唐蘭教授開始講 風荒黑 風荒是假造馮毛本 我們覺得它沒有證據 最近又有人再講講 這個就是風荒的黑本 風荒的黑本其實它很艱蠻 它將很多不是縫毛本裏面有的印 移了下去 它加多了禮佛的印 加多了商門印 加多了正和宣和的人 這些都是重要的王家收藏 重要的名人收藏 再加上它自己的印 風草傳禮、南園內史 這兩個都是南宮外列仙 都是他自己的印 它加了純化鋼的純化印 它加下去 其實浴就是馮毛本裏的印 但它加了這些印 令人起了一個疑心 認為它這個是另一個版本 馮毛本是它重新造的 這個是現象我們所謂的馮毛本 或者嚴格上來講 清朝的佣方高 它沒有見過這個版本的真跡 但它做黑老虎當中 它懷疑了一件事 它懷疑這個唐字 不是唐字 是柱字的隔壁那一半 它說前人應該是寫著儲毛難題 應該儲毛才行 後來那些人做的效果就說是狂狂 我們見到一些印都不相同 有些印相同 但很多印是一風荒加了一些印在後面的地方 這兩個我是拿風荒管 和將服務管大家對照 那個翠節填密了 風荒也都是填密了 風荒加了精患的人下去 又加了處事的人下去 風荒的政治呢 隱約見到破風了 風荒管現在這個呢 那個破風就回現了 我們如果比對一下 兩個其實是輔出一次 如果你說黑老虎那樣 但它比這個版本更好 這個近珍王許之多 這是無道理的 所以我最後加一個說法 馮墓館可以視為是儲勢良晚年 或者是儲派書家對於王許之不法的詮釋和表達 那會不會是儲勢良親筆去瞄的呢 這個我們不知道 我們考據不到 但是苗的人一定是儲家的家法 所以可能是儲 可能是儲派 也不出現 各位多謝大家 這麼忍耐 其實很累了 我又講得太沉悸 很好的問題 這個在我們來看 我覺得那種斷骨破風碎點是不好的 但是在儲勢良本人裏面 可能認為那種是一種最好的表達 認為可能那種就是表達王許之萬年書風的特點 他是有心表現那樣東西 來去跟王許之比美 即是我們的推薦有可能是這樣的 因此當他悲黑黑的時候 萬民朝可能是受他的祝福 你著意不要不黑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是我的精華 那我想起有兩個人 在黑碑都是特別著手的 一個是顏真卿 顏真卿黑碑的時候 有一對家童來幫忙 這個是米畢所說的 米畢說顏真卿有一對家童來幫忙做黑碑 這些家童顧會主人意 因此黑得是突拳透爪 他說譬如麻菇仙壇記那類就是 為什麼他要找一批家童來黑碑呢 就是因為那批家童知道主人外號哪樣東西 知道主人哪樣東西才是好的東西 於是黑的時候著意黑那些出來 那第二個黑碑重視的就是李北海李翁 李翁黑的碑有很多方的碑說他是自己黑的 自己寫自己黑的 就是他自己才知道自己最喜歡的是什麼 第二個黑手可能都不知道 那這個就是說呢 書家和人都一樣 有時他自己喜歡吃的某樣東西 人家未必喜歡吃 但他自己的外號就是他自己的外號 不知道答不回答你這個問題呢 但是如果平時他寫文章 是否都是這樣呢 譬如通訊書信 都有這樣的花綠綠的字 很難溝通的 我會 我想沒有 平時我們就不會這樣 或者在臨帖的時候呢 都未必一定會這樣 因為你的取向不同呢 你會可能改變了路向 你的毛筆不同 你的審美的取向不同 你可能不用那類的筆 不用這樣的提案來寫 就變成另一個風味了 所以你見到海野陶山先生 臨的岩頭聖教罪呢 就跟岩頭聖教罪呢 就跟岩頭聖教罪呢 完全不同 那所以柱這個問題都是 就是說 我們值不值得學他呢 值不值得拿一支龜筆 來去寫岩頭聖教罪 來學他這個效果呢 這個是要留給各位自己選擇 但是呢 當你看到柱的特點的時候呢 你去再看前人的書法呢 你會看多了很多東西 原來他們那個年代 唐太宗 唐高宗 武則天 或者是同一個時代呢 那種審美觀是大致相同 他們不被記破風 不被記斷筆和碎點的 他們認為那些是好東西來的 這個是那個時代的取向 所以到後代呢 沒有辦法理解他們 因為呢 看悲黑裡面 不會刻成這樣的 當刻成這樣的樣子 當然有古怪 所以呢 方金大林先生就說 這些是不可思議的 這些必然是改不來的 這些 好 不要客氣 那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臨時的時候 即是不需要刻意去 即是 在外國的地方 我們要刻意去破 或是有些 即是去處理的地方 或是不需要這樣 要看下你的處理 譬如你對於破風稅點 你不喜歡 那你當然不會寫成這樣 如果你對於破風稅點 你是喜歡的 或者你喜歡在那裡 地方去瞄解更多些儲碎的話 你一定有機會 因為有些導師後 會不會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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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多近次的時候 你必要理解之後 你才知道他要像什麼 所以他理解最重要 那方金大林先生 就是給我們一種同情 去真次理解處事 是能夠極負業 所以這個是他難得的 如果是以前生food 如果當年的生food 存在不需要 就用圍羞 用圍羞 要用圍羞 或者空隙 那老師是 número 怎麼 them 寫 عند外國他們都 請 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 以你的意見 其實用那種筆 外形我們會看到 它會有很多破風 或者斷筆的效果 其實 我沒試過 我其實對書法不好認識 不過我想問一下 以你覺得 用這種筆 外形有這樣 除了這些之外還有什麼 特點 可以推敲到 儲遂能的風格 有什麼 好的地方 是 很好的問題 其實不單是那個外形 是整個精神 那個精神就是它的魂不發 那個體感 它魂不發那個體感 是它的內的精神 是它的那種節奏感 是它的那種動作 你如果不用那種筆來試驗 你不知道它寫的時候 那種動作是怎樣的 你用那支揚毛筆 你寫到近似它的樣子 它完全不是那種神器 這個情況 我們用跳舞來去理解 你真的要適合它的節奏 適合它的動作 適合它的穩率 你才能接觸到它的精神 它不只是穿一頂衣 穿一頂衣來跳舞 不等於等於它就沒有 內在就是那種節奏精神 同時處世良 那種節奏精神出來的 就是它的體態 它的體態那種豐富的地方 就是王羲之晚年的一種書風 即是當你用了第二種毛筆 用第二種節奏來寫 就簡略了很多 就會失去一些東西 多謝 多謝 想問一下曾老師 它的斷筆那裡 它是不是要整支筆提起再落 還是一筆過呢 它是支筆去到那裡的地方 突然間借助筆爐的彈性 一聲彈過去 彈過去的時候 那支筆爐是離開張紙跳過去 這種斷筆現象 找一下林德鑼先生做日子也好 即是我們用一個風 用一個風的時候 你回一個風 但是你定了一個風 調整一個風的時候 你借助筆爐的彈力 彈一聲彈過去 一彈過去寫那筆的時候 空中的地方 它剛剛離開紙 如果不離紙的話 就見不到斷筆 它離開紙 再接紙那一下 就是斷筆現象 那這個是有些書家認為 就是秘技來的 即是從這個地方來 去理解柱 來去理解宣國的書譜 來去理解王熙之 就是要要求這種彈力 你如果掌握不了這種筆的彈性 來去發這條線的話 你那條線的力度 始終都不是那個二王法語 即是他們是這樣理解的 鄭老師 你說破風和斷筆 就是因為那支筆 因為用彈槽筆 但是如果加多一點 跟那支筆 似乎沒有什麼關係 是不是 它原來加多一點 就是因為它彈完了過去 它那支筆爐 有某些地方 還碰到尺 即是說一點裡面 好像一個精字 一點就分開兩點 原來它有些筆爐 掉下去的時候 它再彈起來 有些筆爐是摺紙圓不摺紙之間 它皮邊的筆爐 開叉了 之後它兩個筆封 一個筆封大 一個筆封小 這個筆封是主 這個筆封是虎 它四隻手指又碰到 尾指又碰到 一個筆封的筆封 但是是離開的 如果這樣 應該那些點會多一些 比較少 對於斷封 可能會比較少一些 你說碎點很少 是啊 如果你經常都會這樣 周圍的那些風 當然會加一點點 很多的 如果你看這本筆 很多點裡面都有 會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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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一個問題 我今次都沒有提出 難合性格罪 究竟是書單 即是直接寫上石碑 還是無勒上石呢 無勒上石 就是先用紙寫完了 再印上石頭 我今次都不敢說這個問題 因為我最初推卷 我覺得它是書單 但我完全找不到書單的額接 因為如果是書單的話 以廚師梁 六十歲的一個老人家 在碑上去圓斬寫的話 寫頂的字和寫底的字 應該有分別 但我檢驗過 由底一直檢驗到頂 將全部頂的字 全部底的字來對比 底的筆沒有一筆斜 頂的筆沒有一筆斜 頂筆和底筆同中間的 絕對沒有分別 所以我是不敢說它是書單 如果用張紙去無勒上石的話 用張紙去寫 有可能的 但無勒的時候 萬榮巢就無勒得很好 多謝你這個提問 很有意思 是 是 好 或者你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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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得對 我在溫泉領的表邊就看到了 表邊淡麥是見破風的 農麥的全字就不見破風的 是 點農麥的時候就沒有那麼明顯破風 是的 會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可能跟北的關係 更多於跟麥的關係 但是如果麥聚著它 或者它不寫那麼多 寫 麥一點點 怎麼麥呢 應該的破風不會那麼多 有道理 你這個提法是很好的 那會不會有些些造作 就是為了要做些破風 是 是 我又沒有覺得它是造作 而是我覺得它是蓄意建立自己的風格 是 是 因為這個風格不是由硬盤世界最開始的 是由防弦令悲就開始的 是 是 剛才那位先生 是 鄭老師 想問破風以外那些線條扭動 你說會很有趣 那個現象怎麼解釋呢 就是一些環線啊 會扭動那個現象 它的環線的動作就是它要直 我們在書法裏面說是十曲要直 就是說一曲的詞條 我們會曲的詞條去寫 令到它出現很多撫養 出現很多向背的用途 或者到時我們有一種詩教 來說去看《陰符經》的畫法 它是一虎一養去寫成的 一個畫畫一虎一養 它們叫它做一個陰陽構 就是要陰陽的佛法 一陰陰陽之為道 我剛才說的所謂有趣就是 它在當中出現很多的波動 很多的提案 很多的節奏 你去形成一個佛法 這個佛法不是平高直墜 是有很多效果在裡面 是足以令你內觀勢力 這個可能是我們書法人的一種的習慣 我們很想在線條裡面看多的那麼多東西 因為線條的提案跳動 就是書法家的感情的跡下 就是於它一寫的過程裡面 它要出骨要出風 要吵能及吵我 其實就是它感情 一 frag眼就撒竹 勇竹 多謝您這個問題 大家不要客氣,為何還有其他提議 三個請問問 燈老師,這個與不法目關 為何唐太宗寫了聚後,為何兒子還要加一份聚機 我猜當時原狀法師回來是一件很大件事 除了要求唐太宗寫的時候 唐高宗也乘著慶祀的地方 去表揚原狀法師 因為在罪記裡面叫術聖記 其實裡面的內文都是褒揚原狀法師取經回來 認為是對國家、對社會各方面都有貢獻 所以在現在流傳下來 四件的聖教罪裡面 四件都有齊了聚記 所以這個聚記我們不會懷疑 不會懷疑為什麼會有聚記呢 你不知道有沒有得過一個訊息 有人懷疑習王聖教罪是後人生安白做的 試過有個學者提過 他的習王聖教罪裡面既有唐太宗的罪 又有罪記 又有唐太宗一封信 唐高宗一封信 再有一個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這個情況在唐碑裡面是沒有的 這個只有後人的假造才有的 不是真正唐太宗或唐高宗 是要下命令下來叫華人集的 有一個這樣的說法 但這個說法呢 在學術界裡面都不認同 如果大家還有問題 我們今天非常多謝真先生給我們這麼精彩 這麼豐富的意見 我們掌聲鼓勵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的講座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希望下一次會再見到大家 謝謝